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相对来说呢 弱读部分要念得快一点 然后这个音调就要低一点 就实现这种高低起伏有对比的这种节奏感 那上一期我留了一个问题就是说 单词我们都会中读弱读 因为有这个音节音标的这个标注 那么在词组和句子当中哪些部分 在一般情况下应该中读 哪些部分应该弱读呢 这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 在一般情况下 大家注意是一般情况下 在词组和句子当中 我们基本会中读就是有内容性的单词 英文叫做content words 那么这些词呢 包括就是名词 副词 包括这个形容词 主要动词就是main verbs 还有感叹词 那第六个呢就是negatives 就是否定词语 基本上这六类词 在一般情况下需要去中读 而需要去弱读出哪些词呢 这一类词呢被归为就是叫做structure words 也就是翻译成结构型单词 其实就是一些起语法意义功能的一些词 那这一类词呢就包括第一 prepositions 借词 pronouns 代词 第三个是articles 惯词 第四个是auxiliary verbs 系动词 第五个呢就是conjunctions 就是连词 那这一类词呢 他们基本上在句子当中起这种语法性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功能 那么他们呢就被称为这种structure words 基本情况下 他们需要在句子当中去弱读 那么中读和弱读 我们应该怎么去实现呢 上节课讲了 刚才我们也复习过了 所以呢你要把这个概念放在这个脑子里 我们下面来一起读一些词组和句子 我会读每一个片段 对可能我不是native speaker 我念的不是最标准的 但是我相信我的发音尽可能会清楚 尽可能给大家提供这种节奏感的感觉 那么也希望大家在看这些词组和句子的时候呢 跟我一起来念来找到这种高低起伏的这种节奏感 A slice of bread A slice of bread A slice of bread A glass of milk A glass of milk An artist based in London An artist based in London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A huge amount of money A huge amount of money Can I have a Caesar salad And a side of mashed potatoes please Can I have a Caesar salad And a side of mashed potatoes please I went to the Science Museum yesterday It was a lot of fun I went to the Science Museum yesterday It was a lot of fun 刚才这些词组和句子在念的过程当中 大家有感觉吗 就是刚才我们讲了两类词 第一个就是content words 第二个就是structure words 然后你在念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基本上这种content words 有内容有意义的这些词 它会去被中读 那么像这种起语法功能性的单词呢 就会被去弱读 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么一个原则 那希望这个呢 就是大家回家多多去练习 其实这个东西 就是要多去说 多去听这个老外说话 然后找到这种感觉 当然这种语音知识技巧 是需要去具备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种概念 就是怎么去中读 怎么去弱读 可能你单去模仿的话 也达不到这种 你知道这种感觉 但是我们现在问题又来了 难道所有的句子当中 就一定要去中读 这个有意义的content words 而去弱读这些语法功能的单词吗 好像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太可能吧 对了 那这个呢 其实并不是一定这么一个严格的规定 刚才我在视频一开头就说了 在一般情况下 你会去中读 content words 去弱读 structure words 那么中读和弱读 其实就是一个可以非常灵活的 这么一个运用的技巧 在现实口语对话当中 你可以根据上下文 根据这个情境 根据你说话的意图 来选择哪些部分中读 哪些部分弱读 下面我举个例子 很简单 一个年轻的妈妈跟她的孩子说 要把这个杯子放在这个桌子上 妈妈是这么说的 Put it on the table please Put it on the table please 你这时候听到 嗯 我没有在中读这个table 我在中读这个戒词 on 对吗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妈妈中读的戒词 是要告诉小孩子 你不要把这个杯子放在桌子下面 或者桌子旁边 你要放在桌子的上面 所以她强调了这个on这个词 她也就中读了这个词 所以小孩子在听的时候 可能就会说 哦 她领会到意思 要放在上面 那如果妈妈是这么说呢 Put it on the table please Put it on the table please 这个时候我中读了table 没有中读这个戒词 也就是说可能在这个情境下 小孩子把杯子放到了凳子上 放到了茶几上 没有放在桌子上 所以这个时候妈妈强调的是单词table 那这个时候呢 她也就会中读这个单词 也就是说念的长一点 然后这个音高要高一点 所以你可以发现在同一个句子当中 你可以根据这个情境来选择 去中读哪一个词 来告诉这个信息接收者 哪一个东西是被强调的 哪一个部分是被强调的 好了 为了更好地去了解这个概念 我们下面再看一个句子 好 下面我们来读一个句子 我现在是在录音跟大家说话 那这个情境呢 就是主人公和他的朋友去面试 可能是去面试志愿者 或者说是工作面试 然后呢 下面就出现了这个句子 我们现在以不同的方式来读这个句子 中读不同的部分 那么在每一种方式读完之后呢 请大家体会一下就是主人公说这句话 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好 第一种方式是 I'm the only one who got rejected I'm the only one who got rejected 第二种方式是 I'm the only one who got rejected I'm the only one who got rejected 第三种方式 I'm the only one who got rejected I'm the only one who got rejected 好了 这个句子三种方式已经念完 大家可以感觉到就是 我分别中读了句子当中的三个部分 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觉得上一期视频和这期视频比较快 然后你还没有非常好的消化好 没有关系 我会在第三期视频当中专门带大家来念一些单词 词组和句子 来再重新复习一下 这个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就是怎么样在词组和句子当中进行中读和弱读 我们来快速地复习一下 复习习非常重要 一般情况下 像一些具有内容性的单词 需要去中读 哪些词大快想快想 对 那些词挑在这 然后呢 另外一些词起语法性功能 那这些词呢 一般情况下会去弱读 哪些词 在这 在这 大家复习一下 对 那么中读和弱读 怎么样去实现 如果你没有看上一期视频 不要忘了点击这里 然后来看一下 怎么去中读和弱读 那么在实际口语当中 其实中读和弱读 是一个非常灵活运用的技巧 你可以根据上下文 情境 还有你说话想表达的意思 来去选择 你说话内容当中中中读的部分 其实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词 基本上都可以去中读 选择中读的时候 就是要提高音调 然后呢 会拉长这个音长 这样来实现这个中读 那么剩下一些部分 不需要去中读的 就说得很快 音调比较低 当你说的快 说的低 然后某一个部分说的高 说的这个清楚的时候 就有这种明显的对比 流利的说起来 就会出现这种高低起伏 也就是节奏感 就会出现这种高低起伏 就会出现这种高低起伏